大家好,欢迎回来《军功开物》 这一节我们又和陈博士讨论一下太空火箭的问题 最近有个话题大家都很热切讨论 就是来自中国去发射这个千帆计划 就是和美国的星链去看齐的一个卫星计划 整个计划当然是很汉大的计划 也首次发射去放18粒的卫星进去LIO 低地近地的轨道里面 但是这个情况似乎有些意外出现 就是看到有那个火箭似乎在太空的情况可能是解体 也都观察到有很多可观察到的碎片在轨道附近出现 是不是代表今次发射会出了意外 究竟发射卫星成功但是火箭解体 还是最后是整个任务都解体呢? 这件事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探渡一下 今天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免费订阅 包括《花学新资》和《军武器言》两个频道 今天我们就请了陈博士来和我们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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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就是这个消息如果我们看新华社他们自己的报道 就似乎他们今次这个千帆计划 就是发射18粒的卫星第一批 就似乎可以成功放到上天 不过就没有跟我们讲到 之后呢 就是我们讲不同的火箭段 推进段 究竟之后的命运是如何 那我们先讲了 就是那个千帆计划这一件事 千帆计划这一件事 其实是不是你觉得 你觉得它和星链是异曲同工的那种做法呢 它又可不可以去到它设计上的效果呢 那暂时呢 你那个千帆计划是一个草創阶段 那最后的效果是怎样呢 你一定要等它整个计划铺置完成了 你才可以大约有个评估 那你觉得那18粒和整个星链是已经上千的话呢 那数量级其实差很远的了 但是你说那个技术 大致都是你叫做千帆 千帆意思就是千帆并举 其实它就是很有那种 中国大陆在那种叫解放战争的时候 那种人海战术 船海战术 旗海战术 那样呢 就是怎样去 由那个广东省打过海南岛 那它其中用一个字眼就叫千帆并举 就是很有那种叫做军事那种战争色彩意味的 就是有典故可以追尋上来的 就是这样的命名 所以一定就是玩多的了 就是这个计划本身 但是呢 在这次来说 你如果只是说去计划 那个发射完 就是叫做上了天之后的两个小时左右 不久呢 新华社就已经出了一个新闻稿 说这个任务成功 但是呢 隔了几天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古怪的消息 开始走出来 那譬如就是说 无论在印度啊 和在美国那边啊 都开始有报道就说 咦不是哦 发现了在那个轨道附近那里呢 就出现了很多的残骸在那里 那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叫做 应该发生过爆炸的一个痕迹 那而且不止哦 其中如果你上Twitter呢 有个是专门追踪这些这样的碎片的 其中一个的消息来源呢 他就说一个叫New Lab 那他就提到 有成700至900块的碎片 就在那个轨道附近那里 就是在这个发射之后 就没多久就出现了 那似乎呢 就有些古怪的事发生了 那另外就有个消息来源 就是Larry 你自己也看到的 就是由那个《中国日报》那里 他是怎么说的 哦 《中国日报》呢 其实他是比 商华社说得人倍的 就说发射成功 那就算了 就没特别说到 那些卫星的状况是怎样的 那一级二级火箭 其实真的没特别 真的轻描淡写就说完了了 China Daily就是很紧的 就是总之 你看到那个火箭 你们成功离开了地球 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些事呢 一般来说 你如果问我 中国它有这么丰富的 这些火箭发射经验呢 它那个出错率呢 都不算是高的 就是你做得多 那于是乎有些机会 就会多些机会 听到它会出事 那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你又要做到射得多 之外又要出事少 那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 那所以你就算说 去到SpaceX 这些计划 你早前你也看到 好像又有个射了很多次 突然之间又有事出事 那你也会听到这些事情 但是呢 这要特别说的就是 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 今次的讯息 似乎就是 有些是 暂时来说 还是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在那里 现在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特意拿出来说 就是说 如果平时你说 上了去有什么事故呢 那有事就有事了 那然后就是 现在很有趣就是 它一方面就好像 又有宣布到 宣称到自己成功 但是后来那些后续报道 似乎是 那个尺度就越来越收紧 没有说再大事宣扬报道 因为通常呢 就是一个好消息 接种而来 然后造成一个声势 就是很多不同的传媒 一起报这件事 就是炒兴的场 这样的意味呢 就在这次这个发事里面 你就见不到 就是你在大陆的官方媒体那里 看那些消息 而同时间呢 你就发觉呢 一些追踪 它这个火箭轨迹的报道 你就见到有一个 就是突然间出现了 几百个残骸 这些情况 而这些事件呢 以往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都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射失败 于是乎就出了 就是在这个轨道附近 爆了几百个碎片 然后被人查到 而且当时也造成一些担忧的 就是会不会影响到 周围附近的轨道 那些其他的卫星 而今次呢 就是更加严重 就是他似乎出来的 那个碎片量 是比之前 几年前的事故 就更加多 所以呢 那个忧虑 就自然就更加多了 那其实会不会是 就是今次这个发射 其实是 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成功 或者是 有一些细节 有些位置是 出了 出了一些事故 而最后 他想摆上去那些卫星 有事还是没有事呢 那现在好像 没有什么资料在这里 但是呢 我就会觉得 暂时如果你有其他的途径 是追踪到他有碎片出来呢 那令到这个发射 到底是否成功呢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嗯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会有两个 就是最少两个情况 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呢就是 那个的火箭呢 那它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去到一个低 近地的轨道那个地方 那然后呢 就可以放到 这18粒的卫星出来 那然后呢 它再飞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 那然后就出事了 那然后就解体了 那另一个呢 就是它 没去到那个 近地轨道的高度的时候 就已经解体了 那但是又在那个 近地轨道那里附近呢 那碎片呢 就继续在那里飘呢 因为我们有看回 在2022年11月左右的时间呢 那长征6A 就是这支的火箭呢 它应该是有做过射射的 那当时呢 也都是在太空呢 似乎都有解体的History呢 那出现了 那所以呢 那这次呢 是不是就是之前 已经改良了之后 那但是就是 改良了之后 都仍然是未成功啊 还是呢 就是我经常都想 它没有理由 又是特意呢 它释放了火箭 就是这一道解体的啊 那都相当危险了 刚才陈博士也所说的 那究竟这两种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是 它们分开有几大机会 还有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大约就看它 原定这些计划 是应该要怎么进行呢 那你其实就算 SpaceX的火箭 它就算有 SpaceX是说的 有部分可回收 它那部分可回收呢 就是它原本最开始 脱出的第一级推进 就是最大支那里 那然后呢 上面还有个二级推进的 因为呢 你在地球 如果用化学燃料形式 来将东西摆进去 环绕地球的轨道 甚至乎要脱离 地球的万有引力呢 你是一定 有个物理限制 或者化学限制 是需要用到二级推进火箭 就是说呢 你当你那个火箭 消减一部分的燃料之后呢 你是要再脱一些的质量出来 令到你呢 正如的 有另外一级的火箭呢 可以帮你把一件 轻一点的呢 再推上去 就是你是要 就是所谓叫做 多级推进火箭呢 其实背后的精神 就是很简单 你一路除了消燃料之外 你还要脱一些额外的质量出来 才能够令到你有足够的推力 将些东西去推到你的预定目标那里 那么 现在 这个这样的 中国的长征六号A 二级推进 第一级 升到差不多会跌回来 那就不是可以回收的 如果SpaceX 第一级推进 就是可以回收的 还可以自己回到原位 剩下来 无论你是世界各国的技术 第二级的 就会负责帮你把那件货 带到到预定轨道那里 而那件事本身自己 他也是有个推进在那里 一旦到预定轨道 他就开着一个仪器 将他那件事释放出来 当然也都最后呢 就要和那件事 因为那件事被释放出去 要保持一个距离 慢慢远离去 那这个火箭 就是第二级的火箭 是负责带东西上去的 带东西上去之后 基本上 因为你尽量不想带多余的质量关系 就不会再有额外的其他的燃料 就让他再去转去第二道了 譬如说 会不会他自己 再开着一点点的推进 令他自己进回地球 在大气层销毁 那理论上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那成本效益的考量 就很多的国家 你会选择是有的去变做太空垃圾 就停留了 在原本你去带那件货的轨道那里 就不回来的了 但是其实假以时日 如果是一个近地轨道 他和大气的那些磨擦 他一直都会慢慢地跌下来的 那你 国际太空站在400公里高 你其实都会将他再推进一下 将他让他折高一点 否则他又会跌下来 那现在这次这个千帆计划 或者你就用Starlink那些 在一个更加高的高度 800,1000,尼地 那些高度的轨道里面 那其实他那个空气稀薄一点 但是其实假以时日 都是会跌下来的 始终都会有一些磨擦消耗 所以如果你是有个第二级的推进火箭 将原本那件负载物带上去之后 它停留在轨道那里 短期一段时间 但是长远来说 它都是一件太空垃圾 那它会跌下来的 那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那件事爆了 那件事一般来说 就是不准备爆了 因为你去到那个位置 就消声匿跌了 就是你只是负责他带一件事去 之后你就直接无名就在那里了 就是太空垃圾 也都避免它 对其他东西构成危险 它那些燃料都会清空了 如果你有什么残余 有时被其他东西撞破了 会对周围的影响 也都不是它想要的效果 所以现在最理想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将你的第二级火箭 将你的负载物 带上轨道之后 静静地离开 黯然地退出舞台 然后将自己 原本拥有剩余的一些燃料能量 都排清了 就叫做就完了 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好像这次那样 原来真的上去之后 才爆了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不理想的结果 因为它无论对它自己的任务计划 或对于周围附近 现存的其他的装置 都是有一个不可预计的影响在那里 在这里你就看到 这个 现在就未有更加多的消息去公布 但是我们很期待 就是有更多的资料 让我们可以评估到 它那个风险比上次是会大 还是小 大致就是这样 嗯 如果这么说 其实近地轨道这些什么飘浮的东西 其实都相当之多 是的 如果这一批 我们叫做垃圾 其实对整个近地轨道 就是上面一些卫星的资产等等 其实那个影响有多大 嗯 其实是的 那么最理想的就是说 它们自己慢慢去 就是自己消耗 就是和周围很稀薄的空气摩擦 然后它就跌回到地球大气中 就消耗了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省水省力的办法 就是反正它自己都会慢慢跌回来 那么其实当初就不需要 硬又要带多些能量上去改变轨道 让它自己跌回来 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计算到 就是尽量计算到很尽的 就是不要带多余的能量 做多余的东西 尽量控制减低那个成本 那么 现在你会看到的 无论是星链好 还是未来中国千帆计划都好 你越多卫星放上去 越是多东西要入轨 其实就越多那些附带的 就是太空垃圾会放在那里 就是不用很久之前 你说几个礼拜前 国际太空站有件事跌下来 原来那件事就是 专是拿来带补给物资 上去太空站的那件 就是其中一个支架 就是有点像 就是你看到那些超级市场 来补货的时候 通常那些货 就是从那些车车进来的时候 转到那些起重车那里 有时候有个卡板在下面 那卡板就纯粹拿来运车 之后就被人乱丢了 其实在国际太空站 你运东西上去的时候 很多这些曾经是因为 是为了运输需要而臨时要带的这些负载零件 就变成了太空垃圾 那些东西也会由得它 就是慢慢跌回到大气那里 烧毁了就算了 一般来说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东西 都不需要太担心呢 一来就是如果它有剩余的燃料 就是好像二级推进那些东西 照计就排干排正的 二来就是本来 它们的结构通常都比较小的 然后你由得它在大气那里跌下来的时候 它都会是烧毁了的 就很少说会还有东西剩下来 跌在那里跌倒人 所以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忧虑那些一级的东西 大件的东西跌下来 可能国际太空站跌下来 要怎么办 它这麽大件 都没有烧毁了 所以特意和SpaceX订造一个新的project 来将东西很指定地推到海洋里 然后其他的那些计划 例如以前那些叫天宫那些 那你都要留意着 它是烧不完的 会掉下来的 所以你最好就是 就是醒醒定定 将它引渡到海洋的地方 这样就会好些 那现在呢 你问我 如果这次的长征六号A 遷返任务这一个 那它的二级推进是按原定计划 静静地离开 将那些卫星发放之后 自己静静地退場的话 那其实是最理想最完美的 但是现在似乎就 就是 看到它有这样的残骸 它爆了 那大家都会问 它为什麽而爆呢 它是在那些东西未入到轨道 就爆了 还是已经是 就是将它要 附载的那些 那些物件全部派货了 然后自己 才 就是 就是拿着那些 正余的能源 又爆了 那暂时就 就是 就是鼓鼓一下 就是你说如果 比较理想的就是 它已经是完成了 那运载任务了 然后自己呢 躲在一面的时候 才无端地爆了 那这样是相对 对于它自己 就是那个任务的伤害 会是少一些 但是如果根本上 未入到轨道 就已经爆了呢 都不是说 不可以发生 那所以现在暂时呢 就是 都会留意着 就是 外面的监察 和中国自己的报道 看看会不会有更加多的 就是消息在那里 还有就是值得担心 就是在同一个轨道上面 其他的 卫星飞行物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嗯 因为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从前呢 中国呢 就是那个第一段的座推呢 那 它最后呢 就没有怎么好好地处理 包括控制它的落点 那所以呢 都试过呢 是跌下去世界上 不同的陆地的地方 造成呢 就是不同程度的损坏 那这个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关注 那如果呢 二级座推火箭这个位呢 都会对太空那里呢 就真的你见地球内 和地球外 都会制造到一些麻烦 那就是另一个呢 又会令人担心 就是之前大家记得呢 就是火箭军那边的清洗 那火箭军那边 当然就是政治的意味 大家都很清楚的 包括效忠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军队资源 运用的问题 和诚信的问题 那这些官员就相较落马 不过真的呢 真的呢 你由火箭军 和呢 我们说到呢 火箭发射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 嘛 因为其实他们用的科技 用的技术 甚至乎物料 监控的人 其实照道理呢 都是一脈相承的 那所以呢 我们相信呢 这件事上面呢 会不会在侧面也都看到 在中国军队内部 尤其是包括中国的火箭军里面呢 那里的燃料也好 物料也好 或者现在回到来 在这个太空处这一边 就是去发射的 维生等等的计划 那会不会有一个相连 我们叫correlation也在呢 那我相信呢 大家呢 都是相当关注的 Anyway 就是呢 这些呢 相计另外一些的消息呢 我们看看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资料 和其他渠道呢 之后呢 我们再和大家呢 去做个跟进的报道的 好 今天呢 就麻烦了 齐博士了 好 今天大家记得呢 帮忙就包括呢 like我们的节目啦 还有呢 免费订阅包括科学新知 和New Hong Kong 军会系列的节目啦 好 那我们呢 之后再和大家呢 在其他军公开密的节目里面呢 再和大家 谈不同的话题啦 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各位拜拜 拜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